一家四口生活在美国月入只有5000美元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家主要的稳定收入来源就是我老公一个人 他在美国的牙科诊所做洗牙的工作 并不是大家所说的牙医 一个月扣出保险啊税啊杂七杂八的 到时候也就5000美元吧 我全职在家带娃没个正经工作 偶尔去摆个地摊了送个外卖啊 也挣不了什么大钱 我们先看看5000美元在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资水平呢 我所在的城市呢是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城市 我们这座城市呢最低的时薪大概是12美元一个小时 平均工资呢大概是6万美元一年 我们就属于那种刚刚够平均水平 属于刚好没有拖后腿的那种 在美国呢5000美元一个月呢 确实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正常的收入水平 那就以我们家为例 从衣食住行来谈一谈一个月5000美元到底能过得怎么样呢 从吃的方面来看我们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在家做饭 即使是我老公上班呢 他也基本上不会点外卖或者是在外面吃 都会带家里的剩菜剩饭去吃 不下馆子呢确实会省下不少的开销 当然在吃的方面呢我们也不会太节约 像什么鱼虾肉蛋了水果啥的基本上都是想吃啥就吃啥 美国在吃的方面呢也确实是比较便宜吧 1000美元呢一家四口呢咋吃都够了 但是如果说你天天下馆子呢估计一家四口呢 得个2000美元一个月 所以在吃的方面在我们自己做菜做饭的情况下呢 基本上在吃的方面可以实现自由吧 在住房方面呢我们不会选择住在穷人区 因为在美国的穷人区啊从治安啊教育啊等等都很差 当然我们也没有选择住在富人区 而选择住在一个相对安全安静的一个中等小区吧 我所在的这个区的房价呢都是在我们可承受的范围内的 当初买房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使使劲啊 可能会住在一个更富有的小区 但是那样的话呢我们的生活压力就会更大 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呢住在现在这个小区呢 就是刚刚好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呢是18年买的 买的时候刚好是30万美元 房贷啊加上房子保险啊地税啊等等 正好是1500美元 车子呢是我们全款买的二手车 保险邮费啊两辆车大概是 总共花费400美元一个月 我觉得车呢只是一个代步工具 并不需要买太好的 关于孩子的教育方面呢我并不是一个鸡娃妈 孩子喜欢学什么呢我会尽力支持 当然他不喜欢学呢我也不会逼着他学一些特长 大女儿喜欢跳舞呀弹琴呀等等 现在大女儿的特长班总共给他报了三个钢琴舞蹈中文课 大概总共花费呢是一个月300美元 小女儿还没有上学所以她的费用呢就忽略不计 从穿的方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平常拍视频啊穿的方面都是很随便的 我跟孩子呢都会买一些打折的便宜货 小女儿从出生到现在啊基本上没有给她买过新衣服 都是穿姐姐的衣服 但是像我如果说碰到自己确实喜欢的衣服啊包包啊我也会毫不吝啬的奖励自己一下 我老公虽然是会买一些贵一些的衣服但是呢他不总买 一年呢就买个一两次吧 他买一件衣服啊都能穿个十年二十年的 至于其他的生活用品啊护肤品化妆品啊 我的原则呢就是可以买好一点的 但是呢绝对不会浪费 买了呢就要把它用完 像这些杂些杂吧的费用呢大概是一个月300美元 我觉得就够了 除了这些基本的开销呢 我们家每年都会出去穷游一次 因为在美国生活确实也挺单调的 我们也没有家人在这边 也没有很多亲戚朋友在这边 每年呢我们都会去度假一次放松一次 也去看看不同的风景 大概呢这个一次呢花费是2000美元 当然我们也会有计划的存钱 因为像我们中国人呢都会觉得存点钱呢心理财有底 我们会把剩余的钱呢一部分作为固定存款 用于集用 一部分呢用于投资理财 再有限的能力呢也增加一下家庭收入 很多人说呢5000美元在美国也不少了呀 也有人说5000美元也不多呀 我认识谁是谁在美国某些大厂上班工作年薪也有几十万 其实我觉得5000美元呢在美国也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工资 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吧 如果说你会过一点呢有计划一点呢也许还有结余 如果说你花钱大手大奖5000美元一个月啊一家四口花还真不一定能够 你觉得像我们这样一家四口五千美元的生活怎么样呢 每个人的机遇能力不同呢可能能挣到的钱也不同 我觉得只要我们好好的规划自己的生活 以现有的能力现有的钱呢去计划你的生活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生活的不错 你们觉得呢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呢 欢迎在我的评论区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也在这种那样的用力 感谢观看